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如同我們在之前影片中提到的 許多喜歡藍合的觀眾朋友相信在看漫畫或是動畫時 都會覺得《怪狼高手》系列中有許多的場景、跟進 甚至是角色、很有NBA的記事感 就連原作者錦上雄彥老師也曾經提過 愛打籃球的他,有許多的靈感的確是來自於NBA 而雖然錦上老師只有親口承認過幾個球員的真正板模 例如劉川鋒勢在致敬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 靈南王牌仙道章則是參考了胡人隊傳奇球星Magic Johnson等等 但深刻的角色塑造還是讓粉絲們在30年間不斷地辯論到底誰上誰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以我個人對於NBA的認識、腦補並且分享一下 這次電影版裡幾位兩隊的主力球員分別讓我想起了哪些NBA球星 而因為漫畫已經是將近30年前的作品了 在代代皆有才人出的《美國之籃界》裡又增加了不少後期之秀 所以今天的對比將會同時放上90年代以及現役的球星 也歡迎同樣喜歡籃球內尼在留言裡分享你的看法 另外我們前一支影片也解析了兩隊球員在這次電影版中的數據和表現 有興趣的觀眾不要錯過了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kest們在上搜尋那些電影教舞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灌籃高手》 第一個要介紹的當然就是本次電影版的第一男主角宮城良田了 身高只有168公分的宮城,在10分獎球身材的籃球場上算是相當嬌小 加上外線並不突出,因此只能靠著速度和運球在球隊裡爭取一席之地 而他也憑藉著精準的傳球和絕佳的籃球智商 在原作中屢次帶領湘北突破重圍 宮城所打的位置控球後衛,是球隊裡的關鍵角色 誠如其名,控球後衛的主要任務就是控球並且執行戰術 幾乎可以說得上是球場上的總教練 而在灌籃高手連載時的90年代,曾經出現過的幾位知名空衛裡 我們覺得,宮城給我們的感覺很像曾經效率於黃蜂隊的Maxie Boggs Maxie Boggs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她的身高只有160公分 比宮城還要矮上8公分 但是卻能在平均身高190好幾的NBA裡縱橫十餘年 並且靠著刁鑽的運球和速度,時常帶給高大的對手許多困擾 而放眼近代的NBA,我們覺得曾經幫助Boston Celtics拿下總冠軍的Rajon Rondo 而作品裡的宮城也有不少相似之處,不只同樣都是以切入和傳球為主要攻擊模式 她優越的球場視野也總是能替隊友創造得分機會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優秀空位 而宮城良田對位的,是湘王公彥的隊長申金一成 我們在上一支數據影片中曾經提到 申金是少數從一年級開始就能擔任先發的球員 甚至在和湘北對戰之前,由她領軍的山王從未嘗過敗擊 她或許沒有攻城那樣華麗的運球或是速度 卻能靠著穩健的球風,在任何狀況之下都發揮極高的水準 強大的防守功力甚至能守住神奈川的最強空位 還南大附屬的穆森一 而要說到90年代以防守出名的空位 就不能不提到曾經效力於當時的西雅圖超音速隊的Gary Payton了 她在防守時的打法和身經有點類似 都是屬於黏巴打勢,加上超過兩米的臂展 時常造成對手在運球或是傳球時的失誤 也讓她得到了手套The Glove的綽號 不過她的個性十分火爆,倒是和穩健的身經截然不同 至於現役球員中 波士頓賽爾提克的先發後衛Marcus Smart同樣是以防守著稱 甚至還是繼1996年的Gary Payton之後 首位得到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的控球後衛 我們覺得綽號聰明哥的Smart而身經類似的地方在於她的球傷與領導能力 呂呂在戰況激烈時穩住軍心 將關鍵時刻的每一波進攻發揮到極致 NBA年度最佳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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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湘北高中籃球隊的隊長 赤木一直以來都是球隊的支柱 在和山王交手之前 他25.3分、12.3個籃板、4次火鍋的平均數據更是超人的等級 雖然山王球員評價他的進攻方式太過單調 不過在靠近籃下時的背框單打還是極具威力 招牌的雙手灌籃絕技 甚至被櫻木戲稱為大行星灌籃 不過比起他的進攻 我們覺得赤木真正的價值其實在於防守 光是他高大的身材往籃下一站就極具氣勢 更讓每個切入到進去的對手吃盡苦頭 回顧肢體碰撞極為劇烈的90年代 能夠統治籃下的中鋒不在少數 但要像赤木那樣光是站在那裡就帶來壓迫感的 非紐約尼克隊的傳奇球星Patrick Ewan莫屬了 而我們的確也能在赤木身上 看到許多優雅的椅子和動作 他在紐約的15年間雖然沒有得過總冠軍 但和赤木一樣能攻擅守 是球隊最重要的主力球員 更讓當時的尼克隊被認為是聯盟中最強悍的球隊之一 不過在講求速度與外線的現代NBA 像赤木那樣傳統的中鋒越來越少見 而我們覺得費城76人隊的當家中鋒Joel Embiid 算是比較類似的現役球員 另外 Embiid和赤木雖然外表十分剛強 卻都曾在球場上真情流露痛哭 也算是一個有趣的巧合吧 再來要介紹的是赤木在比賽中的對位 和田牙屎 和田除了具備傳統中鋒的籃下載制力 運球也很靈活 射程更是比一般中鋒遠得多 而這都是因為在高一到高二期間 和田一口氣長高了25公分 或是他從後衛打到前鋒 再從前鋒打到中鋒 不只造就了他華麗多變的球鋒 身材高大、球技友好的他 甚至被評價能成為日本大學前三名的頂級中鋒 不過比起球技 我們對於和田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是他的霸凌式球風 也就是英文裡的Bully Ball 靠著力量或是身材優勢 用擠進霸凌的方式吃掉對手 而說到90年代最擅長打Bully Ball的 就是鳳王城太陽隊的王牌Charles Barkley 他最廣為人知的 就是明明身材只有190幾公分 卻能在常人如靈的禁區裡制霸十餘年 再加上靈活的身手與優於一般前鋒中鋒的射程 讓他在得分上也極具威力 我們在漫畫中也曾經看見 和田在進球之後擺出姿態勢威 旁邊的小字還寫上了巴克利第二 就是在致敬他 而近代球員中 我們覺得紐奧良體護隊的Zion Williamson的球風也是如此 即使身材不算高大 但打起球來卻極為霸氣 甚至時不時還會讓我們同情被他吃掉的對手 還記得我們在去年《子彈列車》的影評中 提到去送你們室的體驗嗎? 當時還在裝潢新家的我們 被Sony Bravia顯示器的畫質表現給徹底驚豔 決定這次搬家一定要入手旗艦系列 來打造一個全新的家庭與個人劇院 那麼就先從書房來介紹吧! 這個空間光線不會直射進來 因此會兼坐長時間觀看電影和追劇的視聽式使用 我們挑選了65吋的Sony OLED A95K顯示器 採用可以調整角度的旋轉壁掛架 讓觀看的視角更廣 A95K使用的是全新QD OLED面板 搭配獨家影像處理器 4K HDR效果自然明亮且色彩鮮豔飽滿 色彩亮度比傳統OLED高了約200% 特別適合比較暗的空間 在家也能有電影院的色調與氛圍 我們也在房間的四個角落安裝了Sony HD A9 將A95K螢幕當作中式揚聲器 使用螢幕共振在人耳水平發聲 搭配Soundbar 讓360SSM空間環繞效果滿點 同時我們也鋪設了吸音棉盒壁布 安心享受個人劇院也不怕打擾到鄰居 至於在開了兩面窗戶採光很好的客廳 則使用了亮度較高的Bravia Mini LED X95K 65吋顯示器 畫面亮度比較高 再加上極致抗反射技術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很清晰 不怕環境太亮或有眩光或是反光的問題 金屬底座有三段可調整設計 靈活運用度高 這兩台Bravia都有搭載Sony超越傳統AI的影音處理黑科技 認知智慧處理器XR 可以一次交叉分析模擬人腦處理數十萬筆資訊 辨別人眼視覺焦點 優化處理景深、色彩、明暗對比 讓畫面更立體有深度且有層次感 身為影劇迷就不得不提到Sony跟Netflix工程師合作開發的 Netflix自適應校色模式 以及IMAX Enhanced官方規格認證 可以看到創作者最原始想要呈現的光影和色調 還有買Bravia XR才能享有的 獨家Bravia Core影音平台 不僅集結了索尼熱門電影 還有眾多IMAX電影 透過Sony黑科技PureStream 享受純淨超高串流畫質電影 影院及體驗滿感 Sony Bravia採用極簡的無縫邊框、一體成型的面板設計 配合兩個空間截然不同的裝潢風格 視覺上都很協調 都讓我們只想宅在家裡看電影 如果你對Sony Bravia系列產品也有興趣的話 歡迎點擊文字說明欄裡了解更多喔! 如果你看了我們上一支數據影片的話就會發現 三井獸在和山王的比賽中幾乎可以說是開了外掛 三分球怎麼投怎麼進 即使他的體力不佳 但靠著極強的意志力 不只在得分上領先全隊 還造成和他對位的松本超大的心理壓力 也許你會說三井一定是錦像老師亂話的 哪有人可以準成這樣? 但要是你有在看NBA的話 就一定會聯想到荊州勇士隊的明星得分後衛Clay Thompson 姑且不提他是目前NBA單場14顆三分球記錄的保持人 光是他在前幾天對戰雷霆隊的時候 就交出了三分球16投12中的誇張數據 而且那種投籃的流暢度跟準度 真的就和三井一樣像是開了外掛 幾乎是出手就會進球 是一位標準的一發不可收拾的射手 令人動容的是Clay Thompson也和三井一樣經歷過極為嚴重的腳傷 甚至兩度差點就終結了他的籃球生涯 不過他現在滿血回歸 即使爆發力不如以往 但是外線還是準到嚇死人不償命! 至於三井90年代的NBA球星版模則是眾說紛紜 但如果考量三井曾經是被最看好的明日之星卻一度沉淪 後來才在安西教練的影響之下重慧巔峰 那這段故事則和外號上帝左手的荊州勇士隊傳奇Chris Mullin很像 不過兩人的球風有滿大的差異 最主要還是因為當時三分球並不是聯盟的主流球風 像三井那樣只靠三分球的球星的確不多 比較知名的有溜馬隊的Reggie Miller 以及爵士隊的Jeff Hornacek 不知道你覺得誰比較上三井呢? 再來要介紹的是灌籃高手系列的第二男主角 也就是這次封面上的劉川楓 如同我們開頭提到的 劉川楓是少數錦上老師親口承認有參考NBA球星的角色 而他致敬的不是別人 正是到今天都沒有人能夠真正超越他歷史地位的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 但如果你和我一樣有幸追到Jordan的職業生涯的話應該會認同 比起球風 劉川楓和Jordan最為相像的應該是對勝利的執著與渴望 以及欲強則強的心理素質 要知道Jordan最令人敬畏的其實不是他的球技 而是他一定要把你打爆的求勝心態 因此NBA才會盛傳絕對不要惹黑耶穌生氣 而且根據許多Jordan的隊友表示 他的好勝心絕對不止於球場之上 就連練球或是私下他也總是要跟你分個勝負 在許多人心目中都認為 已故的巨星Kobe Bryant是最接近Jordan的人 而現役球員中我認為 又屬賽爾提克隊的Jason Tatum給人的感覺最像Kobe 因此如果硬要挑選的話 劉川在現役球心裡應該最像他 不過你知道嗎? 布魯克林籃網隊有一位日本球員渡邊雄泰 他不只從小看著灌籃高手漫畫長大 他個人也如同劉川楓一樣 一直要到美國留學打球 現在也成功地成為了隊伍裡不可缺少的角色球員囉! 他也成功地成為了隊伍 他也成功地成為了隊伍 再來要介紹的是山王絕對的王牌 同時也有著日本最強高中生稱號的澤北榮志 從小和爸爸每天單挑長大的他 很早就發現在日本找不到對手 如果硬要挑毛病的話 他最大的弱點就是因為自己太強 如果對手拿不出能讓他認真打的實力 但是會變得散漫且不專心 甚至會造成失誤 不過如果你是為NBA老粉絲的話 是不是覺得留著小平頭在手肘處帶著一個護腕的澤北 長得有點像奧蘭多魔術的一分錢Penny Hardaway呢? 我自己也覺得在看澤北打球時 無論是他矯健的伸手還是優越的運動能力 以及時常出乎意料的進攻方式 都讓我想起Hardaway當時風靡籃球界的魅力 至於現役球員裡 我自己覺得洛杉磯快艇隊的Kawaii Leonard 無論在進攻或是防守上都有著強大的統治力 雖然他和澤北的球風不同 但任何人跟Kawaii Leonard一對一對上了都很難占得到便宜 這點倒是和澤北頗為類似 最後要介紹的當然就是我們的第一男主角櫻木花道啦! 無論你有沒有在看籃球 應該都聽過NBA有一位叫做Dennis Rodden的巨星 他不只有著超強的籃板功力 體能與拼勁更是一流 時常在球場上用誇張的肢體動作賣命徵求 重點是他的招牌就是那顆時常染的五顏六色的大平頭 再加上他曾經穿過10號球衣 賽賽都很難讓人不把他和櫻木花道畫上等號 但是撇開這些較為明顯的相似之處 我們覺得兩人最相像的其實是他們對球隊士氣上的影響 無論是面對強大對手時的不服輸 還是不按牌裡出牌的火爆脾氣 再到無論如何都要搶到球權的決心 都能在瞬間和隊友們產生意想不到的火花 而放眼望去現今的NBA 我們覺得能夠替球隊帶來同樣重要影響的 就是荊州勇士隊的Dreymon Green了 他們三人不只同樣都是大前鋒 在球場上也總是像拼命三郎那樣燃燒自己 而且更會不利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哪怕是會得罪隊友也沒關係 只要是能幫助球隊獲勝 他們願意奉獻自己全部的身心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這部作品裡的幾位極有魅力的角色了呢? 當然今天這些NBA球員的對比並不是100%的準確 有很多只是針對角色和球星之間某些特質的相似之處提出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也有自己的想法 也很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在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灌籃高手!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